歡迎來到青田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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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簡直就是世外桃園耶 對啊 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喝一杯蔗之醇 讓你了解台灣土壤研究的歷史 這杯飲料也太見達出雞蛋吧 為什麼它可以有四種 不一樣的感覺 對啊 各位觀眾 其實查理也是單身很久的 所以想問說 什麼時候會有我的真命天女出現呢 想要心想事成 絕對不能錯過希臘咖啡占卜 與它的聖食文化 你不知道的大台北景點 都在GoGo捷運 Ruby長… 嗨 怎麼了呢 父親大人 您每天都在外遇心情 吃不同土壤種出來的甘蔗 終於讓我研究成功了 我炸… 您成功了 炸了這個新鮮的甘蔗汁 請嘗嘗 好 父親大人 您成功了 您成功都把台灣的甘蔗 變得更甜了 拜託 我是誰 我可是青田七六 煮了土壤維生物學戰家 查理仁教授耶 所以我們來唱歌跳舞來慶祝一下 好不好 咖啡音樂 台灣的甘蔗好甜 現在我讓它變得更甜 等一下 查理我覺得不大對 真的嗎 我們今天不是說好要認真地來介紹一下 它對台灣這堂業非常有貢獻的 蘇利仁教授 他的一些歷史生平 沒錯 我們怎麼又唱起歌跳起舞來了 因為我剛才太開心了 就改變了一架 當時日誌時代很流行的這首 東京櫻桃這首歌喔 所以是真的有 踩甘蔗的這個舞嗎 這個歌其實我編 但是真的有這個歌 你是不是也跳得很開心 我真的純粹就是配合你 那我們還是跟主意 妳叫這聲音說 大家好 對不起 我們沒有演得很好 但其實我這麼做目的 是讓大家先暖身一下 感受到這個歷史的脈絡 因為我們今天第一站 就要帶大家去逛清甜奇流 而且品嘗好吃的甜點喔 還要理解一下 台灣的土地跟植物對不對 GoGo捷運 Let's go 我們去看看 哪裡有好土的動物 YOYOY 只要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 坐到東門站出口五出來 走進永康街 看到金華街左轉直走 然後看到清甜街再右轉 當你看到清甜街七向的牌子 左轉進去就到了 哇 是不是很舒服啊 這邊簡直就是世外桃園耶 對啊 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怎麼看到你覺得不太舒服 你覺得我鬍子不見的關係 看得不舒服 好像跟那個也沒關係 不是關係 因為我要講話方便才把它拿掉 我跟你講 這邊是不是一個非常棒的環境 對啊 會不會很想要認識它 會 好 我就要還教妳怎麼認識它 好 但是不是我讓妳認識的 太好了 所以我們歡迎我們的水平之老師 老師好 你們好 老師 這個我們Ruby非常喜歡這邊 你可以讓… 真的好棒 讓大家講解一下這邊環境的特色 這個建築我發現 窗戶雖然是日式 但是怎麼看起來好像跟我 傳統印象中的日式不太一樣 其實這個地方是1931年 當時大學教授集資的住宅 那時候的中產階級的老師 非常喜歡洋式的建築 是 所以這棟房子雖然看起來是木屋 可是它的格局全部是洋式 對 對 然後我們後面的 塗床 百葉床 這些都是洋式的建築元素 甚至我們等一下到後面去 看到陽光室 這個都是學習西洋的生活方式 所建設的 這個風格叫做什麼 陽和混和室 陽和混和室 所以在和室的建築裡面 還有一個陽光室耶 對…好特別喔 而且它裡面有客廳 有餐廳跟書房 這個都是洋人所習慣用的 空間運用的模式 站在這1931年 興建而成的陽和室建築旁 享受微風在你耳邊 青樹的老故事 真是人生享受啊 它的創立者是當時 日本土壤微生物學博士 足立人教授 他致力於研究台灣土壤學 對台灣這堂農業 有很大的貢獻 後來離開了台灣 他把房子交給了 國際知名地質學家 馬廷英教授管理 因為當時的恩師和太太 都是日本人 再加上對日本文化的尊重 馬教授把清田七六建築的原貌 保存得非常完整 所以我們現在才能欣賞到 這美麗的古蹟 你看這個地方有沒有很特別 就是養鯨魚的地方 好大的漁池 對 以前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浴室 浴室 對 就從這裡 你看這邊有水管 對… 這是接出來的 對 這個很大間 就是主要是日本人可能 泡澡的地方 泡湯是在這邊 對 原來這裡以前是風旅場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浴室 突然讓我想起羅馬浴場電影 描述日本人對澡堂文化的重視 害我也好想化身為魚兒 一起享受泡湯的樂趣喔 以前浴室旁邊是足利人 為體弱多病的小孩 鍛鍊身體而設的 游泳池和陽光室 現在保留了陽光室 而且變成舒服的用餐空間 這個挺有古味的 是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玄關的燈 這邊有一根電線 其實它本來的電線 是砍在牆面裡面的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日式的房間 它房間很多 空間很多 所以它這個燈一開 兩邊都會亮 真的耶 對… 很厲害的設計耶 所以是為了省電嗎 對 也為了省電 也為了讓空間都亮起來 對 來到清田七六 你的心也會跟著亮起來 抬頭看看放著老照片 與歷史紀念物的 堅飲室與食堂 坐在女中部屋 細讀一本關於這裡故事的書 散步到廣園 欣賞古老手工玻璃的藝術 腳底追尋木質地板的足跡 感受老房子的呼吸 接下來溫柔的水瓶子老師 帶領查理和Ruby來到了次間 跪坐榻榻米 體驗不同的生活態度 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的視角不太一樣 真的耶 對 很久沒有這樣過了 對 你看到窗外 可以看到樹梢還有黑腕 真的耶 剛才站著的時候 看得不太清楚 沒有感覺到 對…所以這是日式空間 盛起的地方 你看我們這個榻榻米 有沒有什麼 覺得感覺什麼不一樣的 就是它插得還滿跟的 對 你看我們這個進出的地方 你會發現所有榻榻米 都是擺放橫的 我們這邊是兩間房間 以前是有紙門 紙門從這邊一開 我們就從這邊進出 另外你看我們這邊的門 底下也是擺放橫的 對 你的這一點也是很放 這邊這個也是很放 所以只要是那個 進出門的地方 它都是橫的放的 對…這個潛規則 這在我們中國的宗教寺廟 也都有 那你到日式的客人家 如果是擺放直的 就不要從那個地方走過去 為什麼 你看那個電影 通常服務人員打開門 他都會輕輕的摸一下 先看是什麼 對…可能是擺橫的或直的 確定是橫的 如果是直的呢 對 它就是不適宜進去的地方 這個潛規則要記好 這麼淺不講我們都不知道 是禁忌耶 很重要的耶 所以這個是可以進來的嗎 我們剛才沒有摸耶 可以… 我現在好好感受一下 對…一定要粉的一跳 房間怎麼擺放榻榻米 不但關係到禁忌 在當時也代表著階級 老百姓四塊半 講師六塊 副校長八塊 校長十二到十六塊 原來榻榻米的學問這麼深奧 好…是不是很開心 今天來到這邊 對啊 但是我現在已經有一個疑問了 是 請問這是按照身材 來決定給予怎麼樣分量的甜點嗎 是完全是按照工作努力程度 那我當然就是這一份 我今天工作這麼辛苦 因為今天妳剛剛早上看到 那個…那個什麼盆栽那個 那是我去挖的土耶 多辛苦啊 你一個就去挖土了 對啊 好啊 就決定讓我先吃小孩的 對 好 我們既然 今年來這邊就是可以逛古蹟 也可以享受美食甜點 很棒對不對 我覺得這氣氛太好了 你看核果子 然後外面又有一片綠粒 陽光灑進來 這種感覺淡淡的 對 好舒服喔 在這種合適的氛圍裡面 對…我好想吃你 好…你先來吃這一道好了 好 有發現到什麼 它很像蜂蜜蛋糕 但是蜂蜜的味道更濃郁 然後砂糖感沒有那麼重 甜味很低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它厲害的東西就是 我知道 那是做高級核果子 才會使用的糖耶 對 日本高級砂糖喔 和三盆糖蛋糕 選用比台灣黑砂糖更細膩 入口即化 和三盆糖製作而成 不但不會搶味 還能凸顯奶油與蛋香 最佳配角獎 非他莫屬 它貫穿了現在的主軸 怎麼講 這也是合洋混合 怎麼說 因為我好喜歡抹茶 而且抹茶就是非常適合 現在這種日式的氛圍 但是它又加了 咖啡泡的那種感覺 真的喔 喝上一口脆之華 不但讓舌尖呼吸到 日本抹茶的苦甜香 還會感受到濃郁牛奶 溫柔的幸福感喔 洋果子套餐 為古蹟之旅 綻放出和洋混合的光彩 再來 炒大份量的經典巧克力蛋糕 舌頭黏住了嗎 可以不要嗎 可以 拜託讓我唱一下 會你願意 會你願意 這個超級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夢工廠的感覺 這麼濃郁 這種感覺就像是 這個海綿 你看看這個 很濕潤耶 非常濕潤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拿那個海綿蛋糕 對不對 丟到那個巧克力夢工廠 那個巧克力盒裡面 然後把它拿起來 所以裡面還有河流在流 巧克力盒流 使用比利時 85%苦甜巧克力製成 配上超濃郁的巧克力醬 嚼製出你心目中的 巧克力夢幻工廠喔 再來重頭戲來了 就是這個 它顏色好漂亮喔 今天我們這個節目 一開場是什麼樣的戲 你又炸汁了 你又炸汁了 沒錯 這個甘蔗就是為了要紀念 我們竹立人教授 所以來這邊就會有這個甘蔗汁喔 而且還搭配這個冰滴咖啡 為什麼呢 這邊是什麼 洋喝 滾喝 對不對 所以要搭配 這兩個加在一起 記住這個口感喔 再來 這絕對不是你炸的 好喝好多喔 為了紀念竹立人教授的 創意飲品這支唇 單喝西洋冰滴咖啡滑溜溜 單喝台灣甘蔗汁甜滋滋 將咖啡細細倒入甘蔗裡 可以同時喝到兩種不同層次 最後把咖啡甘蔗攪拌後再喝 品嘗到咖啡的滑順與甘蔗的回甘 這篇影片也太健答初期淡法 為什麼它可以有四種 不一樣的感覺啊 最後一種頭感是怎麼樣 我覺得很難形容 它怎麼會跟剛剛才剛放下去 還沒有混合的時候又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一杯喝了會有精神的甘蔗汁 因為它加了咖啡 我說查理啊 這支唇除了讓你很有精神 也讓你感受到台灣農業社會的 純樸感動吧 咖啡的感動還沒有結束喔 手工Gelato Coffee and Me 不是 是咖啡和米 台東池上有機玄米製成的冰淇淋 淋上濃縮咖啡後一次享用兩種快樂 是不是… 來到這邊真的很輕鬆 而且還可以吃這種甜點 氣氛好以外 喝的東西又這麼新奇 然後吃的又是最高級的 喝果子糖了 沒錯 所以經過討論 我們一致決定 本店最推 大家曾經淡水信一線 走到東門站出口五出來 走進永康街看到金華街左轉 直走看到青田街再右轉 然後你看到青田街七項的牌子 左轉進去就到囉 我說Ruby啊 妳知道希臘三賢是哪三賢嗎 妳真的很想要挑戰我知識王的寶座 對不對 OK 讓我來告訴大家 就是大家最熟知的 蘇格拉底 柏拉圖還有亞里斯多德 妳很厲害 我也以為說 不好意思 我知識王耶 OK 妳知道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這樣穿嗎 我還真的不知道 而且妳家怎麼道具服這麼多啊 我個人的偏懷 她穿這個桂冠 妳穿這樣 好女神喔 對不對 好啦 其實今天我要帶妳去 見識一個會占卜的希臘咖啡 現在咖啡這麼聰明還會占卜 對 所以妳趕快想想自己要問什麼 OK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Let's go 希臘咖啡會占卜 有沒有這麼神啊 腳搭乘淡水新一線 坐到東門站出口四處來 往回走到後面的麗水街直直走 經過一棟充滿隔溫的大建築物 然後左轉進入麗水街奇想 就到囉 來到這個浪漫的餐廳 又穿這麼浪漫的衣服 你整個人都變浪漫起來了 但是 今天我們要請到一個更厲害的人 更浪漫的人 又懂哲學 又懂電影 又懂音樂這家店的主人 是誰呢 懂這麼多 他簡直就不是凡人 那你就神了 是神 所以我們歡迎小哥神 小哥神 大家好 可是你剛剛講起來 眼神好傻 不太爛 我再練一下 來…真的要請小哥 真的非常厲害 就是… 沒有… 又懂這麼多東西 今天要請你就是教我們 如何品嘗希臘咖啡 希臘咖啡 它算是一個比較 跟其他大家知道的 咖啡系統不太一樣 另外一個系統 有的人稱之為 土耳其咖啡系統 他們是同一個系統 它是一個 不過濾咖啡渣的咖啡系統 因為它還有別的作用 多半人說有渣 只有眉頭說 可是可以占卜 然後他們眉頭就立刻打開 可以占卜 這個可以占卜 就算有多少渣 我都願意喝 我也要報名 就算整杯是渣 我也願意喝 希臘咖啡除了渣可以占卜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咖啡是甜的 因為在一開始煮咖啡的時候 就會直接加入糖 因此希臘流傳過一句話 愛有多深就有多甜 好的 占卜開始 首先把所有咖啡倒入杯裡 當喝到嘴裡有渣 覺得無法再繼續喝的時候 第一步就完成了 我其實喝咖啡也很少喝甜 但是真的覺得這個家庭 這樣煮起來還滿盛口 真的很好喝 對 所以咖啡渣真的一點都不會在意 有 我喝到咖啡渣了 可以占卜了 對啊 我看一下 顯然你們兩個 渣的程度不太一樣 對 這就是咖啡占卜的 第一個關鍵 什麼說呢 因為每一個人決定不再喝 留下多少渣的程度是不宜的 所以就一個變因了 第二步把剛剛喝完的咖啡杯 蓋上底部盤子 心理許願同時左右晃動 最後覺得杯子變涼不再燙後 打開杯子 咖啡渣在杯裡呈現的形狀 就是占卜的結果 沒有同學員扣了一點分數之外 還有其實它沒有完完全全很平 你有看其實它還有 對 它邊邊有一點點凹凸狀 在這樣的解讀裡頭 你的幸運程度大概介於 剛剛所許願的那件事情 基本上你按部就班做 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還是要按部就班 各位觀眾 本來你可以問得到這邊 有一個百萬富翁的行程 但是我必須按部就班 才能成為一個百萬富翁 所以他就是告訴我 我沒有辦法一步登天就對了 那就是有正財沒偏財 恭喜Ruby 按部就班的話 你就是百萬富翁喔 那查理呢 各位觀眾 其實查理也是單身很久 所以想問說 什麼時候會有我的 真命天女出現 基本上我比那個 再平坦一些 對… 它的順利程度應該會 分數會高一些 還滿接近心想事成的 恭喜你囉 太好了 好開心喔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查理真命天女出現的那一天吧 看了有趣的希臘咖啡占卜 你是不是也想來這試試手氣呢 不過竟然來到這 充滿自身愛情海岸 又充滿陽光的希臘餐廳 當然要好好的來品嘗一下 以盛食文化文明的希臘料理囉 好 吃地中海料理 真的就有一種 人在度假的心境 你看這琳琅滿目的 光看心情就好啊 而且光看就覺得 也滿浪漫的對不對 顏色都好令人胃口大開 我們要先吃哪一道 我跟你講其實在希臘 他們主要講的就是 雖然是聖食文化 也是分享喔 就跟我們很像伴桌一樣 對不對 你要吃什麼都可以 沒有順序的 所以並沒有說我看到了沙拉 我第一道就要從沙拉開始吃 沒有… 你現在看到第一道你想吃什麼 因為我本人就比較偷懶一點 我就想要先從離我最近的開始 好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希臘盛食文化代表作之一 烤甜椒香羅勒松子沙拉 充滿橄欖油的甜椒 經過火烤的熱情 把堅果與羊奶起司的松子羅勒 拌飯從背後緊緊地環抱住 我覺得就是一種新鮮天然 你真的吃到食物的原味 真的喔 沒有過多的 它雖然有香料 但是不是那種 你真的覺得好像過多的香料 都把真正食物的那種口感 給掩蓋的感覺 沒有錯 高級橄欖油與道地香料 把油炒飯口感的松子羅勒拌飯 帶到一個越吃越爽口的境界 希臘盛食文化代表作之二 手工烤花枝香馬鈴薯香料拌飯 切下去會有爆漿的橄欖油烤花枝 大肚子裝滿了熱騰騰 有燉飯口感的花枝馬鈴薯蔬菜拌飯 再來是聖食文化代表作之三 不是地瓜葉喔 這葉子可以吃嗎 這也是希臘的鍋 絕對不能打開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千萬不要打開 拜託 麻煩 你知道這個葉子是什麼嗎 它可是希臘進口的葡萄葉 希臘進口的耶 很多人就把它打開 然後就吃裡面的東西不對 小哥就哭了 因為會以為是包著的 對…它其實要整個 精華在這裡 我來吃吃看 我來吃看 我來吃嗎 你沒有吃到牛肉 它也是一種拌拌的概念 而且葡萄葉好香喔 聊起來有點像海苔的感覺 再來這道很厲害喔 希臘人說 如果沒有吃過這道菜的話 千萬不要說你吃過希臘料理 那你還沒吃過希臘料理嗎 我還沒 所以我剛剛吃的不算是不是 沒有的不算 OK 我現在希臘料理 我來囉 我幫我吃你了 我來囉 Greek 它就是羊肉派 然後它搭配這個希臘烤餅 叫Pita 一起吃風味特別好 好厲害喔 你看一下它上面的乳肉 有多厚實 怎樣 乳肉的香氣好棒喔 真的嗎 而且其實我老實說 我是有一點點怕羊騷味的人 因為那個味道嗎 但是這個一點羊騷味都沒有 怎麼可能 我覺得這香料 我不是蓋過它 它是香料烘托出它的味道 沒吃過羊肉派 別說你吃過希臘菜 千層派般的豐富堆疊 羊絞肉 羊起司 茄子煎果與焗烤起司等 都是裡面的浪漫住戶 讓他們帶你一秒去希臘 說到希臘料理 也絕對不能忘了吃 希臘經典烤肉串 香料不搶味 反而能帶出肉的原汁原味 吃飽後 為你獻上希臘國民甜點 米布丁 是米布丁 好特別喔 我覺得吃這個 好像回到小時候的那種感動 真的嗎 很好吃 有這種像我們那種燕麥粥 那種感覺 真的喔 但是它甜甜的 然後很紮實 每一粒都很飽滿 其實你真的要說是甜點嗎 我覺得這當正餐吃也可以耶 不管是甜點還是正餐 我通通都要吃 再來這道 嘿嘿 喜歡蘿莉的人 不是 是喜歡淡奶素的人 絕對不能錯過這個 希臘人栽見月吃的 瘋狂蘿莉蛋糕 南瓜柳橙葡萄乾 讓你吃到比發糕更紮實的 綿密口感 既然我們講希臘料理 真的不能錯過這一道 連希臘人都大推的傳統料理 羊肉派 而且它的內餡 我剛剛吃真的好鮮嫩 好好吃喔 而且搭配比塔餅 真的很好吃 大家不要錯過 所以經過討論 我們一致決定 本店最推 查理Ruby真心推薦 沒吃過羊肉派 別說你吃過希臘料理 不帶羊騷味的多層內餡 搭配比塔餅一起吃 越吃越過癮 只要大家曾經淡水新一間 坐到東門站出口四出來 往回走到後面的麗水街直直走 最後左轉進入麗水街七巷就到囉 看多資訊請上網搜尋 GoGo捷運 這是什麼 妳的生日花做的極限器 要送給妳 我剛剛才正在找我的生日花 我多想對妳好不好 謝謝父親大人 好 你怎麼知道我有很多線要捲 對…因為父親也有線 你要讓妳幫我一起捲 來…謝謝… 這很實用耶 來到清田七六 別忘了花線自己 在牆上找到自己的生日花 和專屬的花語 然後還可以在旁邊的禮品店 用雷射雕刻在極限器 和各種小屋上面 畫出妳的生日花和名字喔 還得什麼趕快出發吧 GoGo捷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